记者夜关于新北报道 从看不懂五千谱 不会卧宫的音乐伸手 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 变声成能独当一面的小小演奏者 24名新北桃园偏乡或弱势孩子 组成爱乐种子弦乐团 将在明年1月7日 在新北市政府举行勇敢逐梦 AI成果分享会 要用情音温暖人心 也要展现他们勇敢追梦的坚毅 因为相信音乐能带来生命的改变 爱乐种子公益提琴课程 计划执行近两年招募专业 致使命感教师募集二手提琴 深入边缘及偏远地区教学 目前服务新北市及桃园地区 27所学校指导约140名孩子 以音乐当媒介 培养孩子的成就感与自信心 原住民团圆小幼演奏低音大提琴 就读小五的他由爷爷奶奶抚养长大 佳绩养爱奶奶一肩扛起 入团前的小幼虽喜欢音乐 但从没有机会学琴 因此他特别珍惜上提琴课 总是第一个到教室 从不嫌行众 双手长满了茧也不寒苦 他最期待上台演出 因为阿公阿妈要来看我表演 小六的小云则曾短暂学琴 虽怀抱着音乐梦 但为了不造成妈妈负担 只好把梦想想起来 当她知道爱乐种子计划时 回家跟妈妈讲的第一句话上 这个课不用钱 现在常常在家一边练习 一边演奏小提琴给妈妈听 在弦乐团里担任着重要角色